上期小城不是给大家盘了从空我到欧姿的所有主旗过渡形态吗 有小伙伴疑问为什么帝奇的激情形态不算过渡形态 这边小城给大家解释一下 过渡形态一般是指在tv剧中负责承接最终形态的意思 而帝奇的激情形态是在剧场版中出现 所以小城认为他是小明哥的超强化特殊形态 因此没有算在过渡形态中 当然每个小伙伴的理解也各有不同 好了 本期小城接着给大家盘点从forz到胜任的主旗过渡形态 废话不多说 咱们直接进入正题 1 force的磁极形态 磁形态登场于假面骑士细旗tv版第20话 之前在量使用经过前无改造后的磁极开关 配合forz驱动其变伤而来的形态 由于其头部被护甲包围 看起来像是没有脖子 因此也被称为没脖子形态 其能力顾名思义 能够操控磁力 不仅可以将金属物品吸收过来 还可以通过改变磁力的方式 造成强力磁场龙卷分工向敌人 该形态的武器是利用电磁力加速的能量 可以发出威力强大的电磁炮进行射击 2 乌奇的完全魔龙形态 该形态在假面骑士乌奇tv版第23话首次亮相 是法爷在对抗强大的不死鸟时 将四个魔龙风格融入体内 从而生化成完全魔龙形态 其造型方面不仅在背部增加了魔龙之意 腰椎部分也衍生出了魔龙尾巴 双手也变成了魔龙之爪 该形态极为擅长空中作战 可以任意将延伸出来的魔龙器官当作武器 背部的翅膀紧要关头还可以抵挡攻击 所以此形态的攻击力和防御力都十分强悍 释放必杀技时 会先在脚下生成五个魔法阵 然后魔法阵会依次穿过敌人的身体 最后一脚骑士提带走敌人 拥有不死之身的不死鸟就是这样被法爷送去太阳旅游的 三开武的圣吼形态 该形态登场于闸面骑士开武踢飞版第23话 最后红太使用dj善良次鱼的圣吼定所种子配合战级驱动器变伤而来的形态 其外观相当帅气 背部插着两道圣吼旗 小城更是觉得这个形态比大将军形态更像大将军 你们觉得呢 回归主题 圣吼形态的防御能力十分变态 使用肉身就能挡住枪林炮火的射击 其第一种武器为无双斩刀 傻生可以通过脱叠的方式发射子弹攻击 在背上其变态的防御力可以说战力十分强悍 果然出肉装的adc才是王大 另一种武器则是将身后的两道圣吼旗平在一起 名为圣吼大砍刀 傻生可以凭借此刀发动威力强大的斩机 4.Drive的方程式形态 此形态登场于假面骑士池齐TVG第21话 至今直接使用变挡方程式赛车 配合Drive驱动器变身而来的形态 改形态的造型是将赛车头装在胸口 赛车尾翼放在了背部 因为该造型的皮套实在不经摔 所以此形态在剧中很少识别 因此也被网友称为强盗不要脸的方程式 但不识别的原因可不仅仅因为皮套 该形态的实力也是一方面 大家都知道天下武功为快不阔 方程式形态和范子的加速形态一样 能力突出就一个字形容 那就是快 此形态就算在重力的影响下 依旧可以保持超高的移速 武器为拖车炮 必杀技是将标速党和狂野党放入拖车炮中 释放威力强大的完全方程式大炮 5 高斯特的感恩魂形态 该形态登场于假面骑士 灵奇TVG23话 是乔真使用15个眼魂配合眼魂驱动器即变上而来的形态 该形态的外观以黑色和金色为主 造型方面是将15个英雄眼魂一次布满全身 此形态可以熟练的运用15个眼魂的能力 并且可以使用原有形态的任何武器 该形态的必杀技为列祖列宗T 是需要先按15下眼魂驱动机器 所有眼魂在空中组成眼型文章 最后在脚下聚集成球形能量踢向敌人 6 埃克赛德的极限玩家99级 此形态登场于假面骑士 埃克赛德TVG23话 是宝生有闷体内的精英突变 从而诞生出99级的智强卡带 在被合规历史留下的玩家驱动器变上而来的形态 因为是由2级的基础形态操控着巨大机甲 所以该造型看起来十分臃肿 但别看外表憨憨 但打起下来凶猛的一批 使用两拳便将下角打的解除变身 提皮杀技是将智强卡带插入键盘键中 不仅可以释放能量波对敌人造成暴击伤害 也可以披出威力强大的剑气闪进行攻击 除此之外 该形态还拥有可以消除敌人数据的能力 所以直接将下角的索血外挂直接抹除了 果然用外挂才能打败外挂 7.创奇的双兔双弹形态 这两种形态分别登场于假面骑士创奇TVG第27话和28话 首先是双兔形态 是战兔使用兔子弹个瓶罐 配合危险装置变身而成的形态 该形态在外观上以红色和黑色为主 其能力与名字所同 拥有着和兔子一样超快的敏捷速度 普攻时更是自带无双特效 武器为爆破枪界 战兔最多可以将三个能量瓶装武器中 释放能量弹射击 此形态的骑士踢和路飞的橡胶踢一样 直接将脚拉长踢向敌人 其次是双坦形态 是战兔同样使用兔子坦克瓶罐 配合危险装置变身而来的形态 该形态在外观上退取了双兔的红色 从而穿上了蓝色的坦克装甲 其战力也只能用一个字形容 那就是够硬 无论是防御还是攻击 都跟坦克一样碾压对手 此形态可以在爆破枪界中插入四个能量瓶 被敌人造成粉碎打击 而且双腿还可以变成坦克战车 配合着活力输出对敌人进行全方位压制 也是 谁能顶得住一个纯输出的肉呢 话说双坦形态要是跟凯武的圣吼形态打起来会是什么样的 一个是出肉的ADC 一个是纯输出的肉 8.石王的三阶形态 此形态登场于假面骑士石王TVGD30化 是中午使用时空驱动器配合盖茨和沃兹变伤而成的三位一体形态 因为融合了三个人的力量 所以该形态可以随意使用三人的武器和技能 释放骑士D10更是会先出现三人的虚影 随后三人合体踢向敌人 有可能是为了致敬电王的顶点形态 三阶形态也是多人操作 但节目效果并没有顶点形态出圈 再加上其配色花花绿绿 因此有网友觉得此形态是石王所有形态里最丑的 9.01的金属醋蝗虫形态 来形态登场于夹面骑士01TVG第22号 是先起为了试试金属醋蝗虫生化药的效果 将其强行插入祸人的腰带中 却没想到给自己造了个跌出来 此形态的外观是由无数个金属醋原子蝗虫构造的 全身充斥着亮眼的银色 敌人攻击使蝗虫会自动化成护盾抵挡 此形态的攻击手段同样是释放大量的蝗虫将敌人覆盖并击破 该状态的必杀技是将构成身体的蝗虫大量释放出去 然后蝗虫会组成骑士的样子 释放骑士帝将敌人消灭 但此形态是和卫星亚克连接 所以会受到恶意数据 导致霍人不受控制的无差别攻击人 好在之后借助杀毒软件传输善意数据 连接到泽亚 霍人可以轻松的控制自己的身体战斗 10. 圣人的远古飞龙形态 此形态登场于夹面骑士圣人TVG第23号 和灵依一样的场景一样的噪跌时刻 是乌兹想要尝试禁输的威力 没想到遭到禁输的力量反噬 禁输也掉到了地上 被飞羽捡走 飞羽从中获得远古飞龙神兽输 配合剑人驱动器变身成远古飞龙形态 该形态的外观以天蓝色为主导 全身无不彰显着凶残这两个字 其防御力也十分强悍 不仅可以肉身挡攻击 还可以徒手抓刃 普攻时会出现远古龙爪buff 必杀机为一套组合剂 飞羽先按下剑刃驱动器 所有腰带中会出现远古龙挤抓取敌人 最后释放冲撞必杀 此招的威力强大到连鱼波都可以伤到旁边看戏的人 和灵异的金属出黄虫形态一样 该形态也会不受控制进入暴走状态 好在经过二期的嘴盾之后 飞羽克服了体内暴走的远古飞龙 能够完美的驾驭远古飞龙形态了 好了以上就是所有主旗的过渡形态盘点了 政论区指证补充我是小陈一个绝对不会脱根的男人